大家伙,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姓杨,今年58岁 家住县城,退休前在自来水厂上班 现在每个月有2000多元退休金 退休后我也没闲着 在侄子的工厂当保安 每个月给我开3500元的工资 算起来,我一个月也有近6000元收入 我这些钱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 但是在小县城也算是喝不愁 而且我在县城和农村都有房 名下还有一辆8万多的车 不用为房贷和车贷发愁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我老婆跟我离婚了 女儿跟着她母亲去了外地 这些年很少联系 上一次见面还是女儿结婚 离婚这么多年 看着身边人成双成对 我心里也羡慕过 可是又重新走回以前的老路 以前老婆就是嫌我穷 嫌我没本事才和我离婚的 现在我都这个岁数了 再去和女人谈条件 我实在拿不出手 有的女人一上来就问我工资多少 一个月能给她多少零花钱 还问我住房面积多大 听到这些问题 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很物质 根本不是看重我的人 而是想找个有钱人当少奶奶 后来我干脆不找了 一个人过日子逍遥自在 饿了就下馆子点外卖 馋了就喝点小酒吃点牛肉 没人管我脚臭不臭 晚上洗不洗澡 不得不说 前几年我的确过了几年舒服日子 可是年近六十 我突然改变想法了 要是我以后生病了 谁来照顾我呀 女儿在外地 前妻从来不管我死活 真要是遇到一点问题了 谁也只望不上 我名下两套房一辆车 谁对我好 我就把财产给谁 当时我考虑过两个侄儿 只要他们给我养老 我就把房子车子留给他们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 我发现这个想法行不通 首先 两个侄儿还要管自己的父母 我永远排在他父母后面 能不能管我谁都说不准 其次 侄儿媳妇是当家的 两个侄儿说话根本不抵用 到时候我把房车给侄儿了 他们要是一句话不管我 我哭都没地方 还有最后一点 儿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可是侄儿和侄媳妇 却没有这个义务 到最后出现矛盾了 我说里都没地方说 就在我烦恼的时候 邻居老郭的老婆 悄悄和我说了句话 老杨 给你介绍对象 你愿意不 我看着老郭老婆 你可不要消遣我 我都这个年纪了 谁能看上我 老郭老婆神秘一笑 说 你只管说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心里一阵嘀咕 要是能再婚找个老伴 以后也有个依靠 于是我就同意了 不久之后 老郭夫妻请我到他们家吃饭 饭桌上还有一个女人 看起来比我小几岁 脸上白白净净 烫着小卷发 穿着一身带花的衣服 原来她就是老郭老婆 给我介绍的女人 姓汤明丽 因为排行老三 大家都叫她三丽 三丽是退休小学教师 每个月光退休金就有四千多 听说她还帮亲戚家孩子补课 每个月有额外收入 我对三丽挺满意的 她有学问 不会无理取闹 又有退休金 不像其他女人只看重我的钱 我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 发现她做饭做菜也很好吃 特别是红烧排骨 吃得我满嘴流油 和她在一起很轻松 就像早就认识了一样 每天舍不得和她分开 老郭夫妻问我觉得三丽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下辈子认定她了 老郭夫妻相识一笑 说喜欢就好 不过 有件事要和你说 三丽是个苦命的女人 她前夫和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你们良好 你们最好尽快领证 不然我担心她前夫和儿子会来闹 这时我才了解到 三丽和前夫的故事 她和前夫没人介绍 结婚前见都没见过 婚后三丽才知道前夫是个二溜子 整天不正夜 游手好闲 三丽的父母也是被没人骗了 不然是不会把女儿推进这个火坑的 可是已至此 总不能刚结婚就离婚 以后还怎么做人 三丽只能把一切都忍下来 好在三丽是个能干的女人 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小学教师 她前夫见三丽有了铁饭碗 更加变本加厉 连工作都辞了 每天在家好吃懒做 要三丽拿工资养她 后来三丽有了儿子 前夫也没有丝毫转变 还把儿子宠得不像养 成天就知道跟三丽要钱 要不是心疼儿子 三丽早就跟前夫离婚了 可是她前夫不仅不挣钱 还染上赌博恶习 把家里的田地和房子都输光了 还动手打三丽 三丽忍不了 这才在父母的帮助下 和前夫离了婚 我听了之后 一边心疼三丽 一边又心惊胆战 听上去她的前夫不是个好惹的 不会来找我麻烦吧 果然 这个念头还没过去两天 三丽前夫就闹过来了 她儿子居然跟我要彩礼 说拿二十万才能跟她妈结婚 她前夫更是不要脸 直接在我家客厅坐下不走了 说给钱她才走 晚上三丽回来 跟她前夫大吵一架 两人差点在我这里动起手 她儿子不向着骂 居然跟她爸一起要对三丽动手 真是让我看不过去 好不容易把这大尊大佛送走 我坐在客厅愁得直抽烟 三丽是个好女人 可她前夫和儿子不是好惹的 如果我要和她在一起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三丽见我沉默不语 坐在一边不敢说话 突然我相通了 这一切不是三丽的错 她是个好女人 她以前的婚姻由不得她做主 现在既然碰到了我 我就不会再让她受委屈 不久我和三丽结婚了 新魂爷三丽抱住我 跟我提了三个要求 老杨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三个要求 三丽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说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第一个要求 以后你帮我保管退休工资 我担心被前夫弄去 第二个要求 希望咱俩以后都好好的 一心一过日子 第三个要求就是 以后我前夫和儿子如果来找你 你不要和他们硬杠 有什么事交给我处理 听了三丽的要求 我十分感动 如此好女人居然被我碰上了 可是她的要求 数我一个都不能答应 三丽问我为什么 我一句话就让她没了声 既然你嫁给我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遇到困难 我们夫妻二人一同面对 如果交给你一个女人处理 那我还算男人吗 我觉得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要么不结婚 要么就一心一过日子 谁都不要抱着大伙的心思 不能有所隐瞒 有事一起承担 能做到这些相信再婚的日子 也会很美满 同样是找老伴 而陈大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陈大爷今年65岁 两年前不顾儿女反对 开始了自己的再婚生活 可短短两年 这段婚姻已经大变样了 前不久再婚老伴提出的请求 让陈大爷觉得难以接受 甚至有了离婚的想法 到底什么缘故 让陈大爷对婚姻丧失了信心 让我们一起听陈大爷讲讲 现在的老伴 不是我的原配妻子 我是两年前 才又一次结婚的 都六十好几的人了 再婚不免惹人闲话 可我也是没办法了 我的前妻是个顶好的人 我也是在她去世后 才认识到了这一点 可能这就是拥有的不珍惜 失去了才怀念吧 前妻在的时候 我不用操心家里的什么事 每天吃饭睡觉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 她走了 我才意识到 原来一个人的生活 是这么的不方便 厨艺上我不擅长 来来回回 做的菜都没有什么味道 还经常把厨房整得一团糟 清理 打扫都是个废事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一个人住 没人聊天 没人搭理 静默 原本我没有再婚的念头 是在儿子家 住过一段时间才有的 我独居不适应 就跑儿子家里去养老 结果儿媳不欢迎我 就连儿子也嫌弃我 我在他们家养老 没得过儿子几个好脸色 甚至我每次 想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儿媳都会给我顶回去 让我别说话 别插嘴 儿媳这样对我 我能理解 没有谁愿意 伺候我一个老头子 可就连儿子也对我这个态度 我真是寒心 我生态养他 老了他居然给我脸色巧 儿子家住得不顺心 我也不想委屈自己 没住多久就回家了 从儿子家离开 我又是孤家寡人 儿子的态度 对于出嫁的女儿 我就更不抱什么希望了 靠他们养老是没指望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家里 苦情去看多了 我想再给自己找一个老伴 我这个人照顾不好自己 脾气也算不上温柔 搭伙过没保障 去养老院容易被孤立 还是找个再婚老伴 更靠谱 于是我就去相亲 你别说 还真找着一和事的小刘 她比我小几岁 想再婚 也是不想看儿媳脸色 讨生活 我们俩还挺合得来 经历也相似 还真是凑巧了 而且这个小刘 还做了多年保姆 照顾人肯定有一手 和小刘相处过一段时间 我对她更满意了 会照顾人 能干活 这不和我正合适 我就和儿子提议 说我要结婚了 儿子是指着我鼻子骂 说我这么大岁数 结婚平白惹人笑话 还说我没眼光 看上个保姆 给她丢人 就连很久不联系的女儿 也跑过来劝我 说没有必要 之前不联系 一听说我要结婚 就跑过来 骂的骂 劝的劝 我真是不理解 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 要结婚了 但我和小刘说明了 我确实是想找个人 照顾自己 但结婚以后 我也不会亏待她 家里的花销都我来处 我每个月还会给她 一千块的零花钱 小刘同意了 我们才领了证 和小刘结婚 儿女都不赞成 儿子更不想过来看我 我是无所谓的 各家有各家的日子 我是找小刘来照顾我 但我并没有 把她当保姆使唤 平常做饭我会帮忙 家务活也都有分担 不让小刘自己一个人做 本来我们的日子 过得还不错 可渐渐的 小刘越来越不满 经常向我抱怨 生活费不够 在一起之后 小刘确实付出比我更多 所以能满足的 我也不会吝啬 她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都是我出钱 零花钱也一涨再涨 从一千到四千 也亏得我退休金多 不然这日子 还真有些难过 我自认为 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 可小刘却总是不满足 但我们已经结婚了 所以有什么不满的 我就尽量多包容一些 而且小刘照顾我也辛苦 前段时间 我有些身子不好 往医院跑了几趟 小刘陪着我去的 在一起两年 她也不像之前那么温柔 动不动就训斥我 日子难过啊 我这才觉得有些后悔 不如请个保姆 好好照顾自己 原以为 娶个老伴可以交心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真是悔不当处 可我这么大岁数了 结婚再离婚 那才算是难看 撮合过吧 而小刘又跟我提了个要求 让我觉得这段婚姻 算是到头了 我往医院跑 是因为最近换季 我不小心感冒了 反反复复的 而陪我去过几次医院 小刘就显得 有些心不在焉的 前天刚从医院回家 小刘就和我说了 她的想法 老陈 你岁数也不小了 没几天可活了 总得为我多考虑一下 等你走了 这房子的归我 还得把你的存款给我 小刘这话 听得我是蛮不高兴的 别说我们结婚领证了 就算我们没结婚 念在她照顾我的份上 我也会为她考虑一下 可她说的什么话 什么叫我没几天可活了 这话是真不重听 而且小刘要这房子 还真不是给自己 是想拿我的房子 去讨好她儿媳 留给自己孙辈的 我这才有些生气 我可以留给你 但你为了孙辈 从我手里掏房子 真是有些不像话了 尽管我儿女不孝 但我不能不为 自己的孙辈考虑 什么叫存款都给她 我们才结婚几年 我是不愿意做冤大头的 虽然小刘照顾了我两年 但我半分没有亏待她 我心里门儿清 房子不可能给她孙子 所以我直接拒绝了她 我供你吃供你喝 自问没有亏待你 已经人知已尽了 房子不可能给你孙子的 结果小刘立马不高兴了 说自己做了两年保姆 说这些都是她应得的 最后还说如果我不同意 她就不照顾我 也不跟我离婚 就拖到我去使 我听了火冒三丈 看着她嚣张的模样 想想当初自己非要结婚 哎 自讨苦吃 眼下我该怎么办呢 很多人不支持老人再婚 因为彼此岁数都大了 女友女 牵扯到的人多 要考虑的东西也多 尤其在设计利益的问题上 更容易闹矛盾 可老人只想要个陪伴 所以往往不会考虑 那么现实的问题